我们星期六 也就是明天 那个北京时间中午12点到1点 我们做一次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 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的订阅 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发言 继续打赏 还有对锦林董局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二维码继续的关注 因为端午节之后的优惠活动 我们就终止了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意思 我是希望他马上就播 内地有将近30个官网 忽兰刊登了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的副院长 李永忠的文章 这个文章原来十多年前刊登在人民论坛里面 让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机会 随即 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大专院校的教授 叫周其名 他马上写了一个批驳文章 明确博 让人民共同享有的放言的机会 一来一往 旧文重刊 马上有人批驳 这也是百年党庆核心表演要素之一吗 他有意思 6月9号 内地有将27个官网 将近30个忽兰刷刷的集体刊登 李永忠的文章 标题也很醒悟 让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机会 这篇文章明确提出来 为自由放言是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的目标 李永忠这文章好像是 我查了一下 好像是为2013年 胡德平有一本书 叫做人民出版社给他出的改革放言录 或者是做的序言 或者是做的书评 但是这是旧文 十多年前写的 将近十年前吧 文章的要点我们再录一下 第一 他认为 自为自由放言是共产党的不懈奋斗目标 为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是为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而成立的 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而奋斗的 这就是说 共产党人的自由 即包括宪法所会与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 也包括党章 所赋予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 所以李永忠呢 他在一听程度上讲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放言与禁言的博弈 是博弈交奉的历史 改革开放的历史 尤其如此 就是说 中国历史就是个放言禁言的博弈交奉的历史 改革开放的40多年也是这样 他凯然指出 如果没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名 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才 很难达到那样一种高度 中国的大一统也很难在秦始亡时期 迅速实现 如果没有公居上书 以戊虚六金子的变化放言 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 放言交锋 中国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不知道延续多久 如果改革开放 没有真理标准和两个凡事 性社性知 公有私有 左以右的多次的博弈交锋 如果没有胡德平 没有李日舟 没有刘日 等一批批共产党员冲破自雇 打破藩离 放党放言 中国将很难摆脱苏共 亡党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的厄运 所以李永忠他意味深藏指出 历史也反复证明 凡事与禁言相伴 通常是执政的衰败 以及王朝的没落 说到这历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中共历史既有放言的豪迈 也有禁言的曲折 毫不避讳这一点 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 面对一强强大的三座大山 毛泽东放言 一切反动派都是指老虎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既有让人说话 天塌不下来的放言 也有引蛇出洞的禁言 改革开放之初 面对文革对政治生态的严重影响 面对两个房子的禁言禁声 邓小平大胆放言 一个革命政党 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最可怕是哑雀无声 三中全会作为 时事求是大会 解放思想的大会 放言放胆放言的大会 名垂青石 而32年前邓小平的 应该是42年前的818讲话 即使改革开放总规划的蓝图 也是邓小平的改革放言路 当然话锋一转 党的十八大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不断放言 他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 要隆得下尖锐的批评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要让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这三个共同 也包括让中国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机会 好了 李鸿忠做了一个总结归纳 建党百年 他是91年 执政70多年的历史同样证明 凡是敢以放言的时期 通常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时期 凡是雅怯无声的时期 一定是中国共产党要严重失误的时期 这是第二点 第三 能不能放言成为了政权兴衰的重要标志 盛世赢在敢放言 末代输以常进声 进声音 言论垄断因言获罪 这是旧制度的重要特征 进而成为大革命的诱发原因 他特别强调了八党的八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历届党的会议中是很少有的 他特别谈了苏共 苏共长期搞经济政治言论三个垄断 控制舆论禁锢思想 真理报上无真理 消息报中无消息 全国上下万马齐焉 全党上下众人诺诺上级不了解下级下级不信不上级 党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人民不信党的声音 党群疏离干群分化 最终无人能够替天下负责 苏共的借鉴 所以李鸿忠认为 中国宪法也明确保护了公民的言论 赋予公民监督和批评公权力的权利 也就是赋予公民放言的权利 放言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也是宪法法力保障了公民权利 他继而谈到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证明港放言个人切有风险 奴禁言执政者必有危险 57年反右 反右又扩大化 党外人士晋升 丧失了言论自由 隔断了中共跟党外人士的正常信息交流 和来自党外的批评声音 59年庐山会议反右请 打倒大胆放言的彭德怀 邓指挥等人 是党内晋升 党内失去了言论自由 阻塞了来自党内的批评通道和声音 由于这样 一体监督同体监督机制双双缺失 导致的发生文化大革命 十年这种沉重的权利事故 第四 怎么放言成为能力和勇气的最要体现 当然他强调一点 放言就需要文史则的修养 语言文字的能力 更需要政治的智慧和理论的勇气 这里面他当然对胡德平那本书有很多的包扬 他也谈到在某个特定的时机 特定的场所确实只需要只做不说 多做少说 但是这是前余之前 前余之前 非常久之策 而这种只做不说 是谋定而厚动的只做不说 或只在内部会很小范围的说 而在外部更大范围的做 他认为放言是什么 放言是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的集成 改革就是对现有政策法规法律的突破 不放胆就不足以放言 不放言则未必能放手 他很感慨 当下的中国 2013年的中国 在既有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下 集中意而民主难 批评与自我批评更难 尽管中央不断提倡批评 借始终难以形成气候 放言的始终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因言获罪 屡见不鲜 重庆的彭宇案 河南的王帅案 山东的草垒案 不断地发生违背宪法的不和谐事件 五年一次的党代会 每年一次的两会 除了几个已经退休 临近退休的恶恶放言 相当多数的代表委员 仍然是众人懦懦 到现在还是这样 有家无减 他认为 当下中国处于历史的关口 既有广大民众对宪法赋予的放言 参政的权力的保障和落实的诉求 又有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攻殲区 迫切需要广开沿路 凝聚共识的呼唤 特别是要借鉴苏联的教训 一个自信的社会主义大国 应该为世界的普世价值 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光辉的贡献 要用于中华民族 无以伦比的自信心 以共产党人不怕丢官的放言力 打破其言也伯冤 其王也复冤的周其力 有恶征程者齐国昌 有默默疑程者齐国王 他特别谈到可以在放言中 搞先事先行的地区 政改特区的先事先行 党的政治生活 党的报刊杂志 党的中高级干部 党的常任制 党为全力的公开来做试点 他引用了习近平说 要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这本书我看了一下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年3月版 胡德平这本书 好像我看过 李文中的书评 这文章应该是十年前 也就是甚至是2013年左右的 这本书 胡德平这本书 要在当下 未必能获得出版的批号 李文中这篇文章 现在按理说 在人民论坛 也很难堂尔皇之地坏表 但是为什么 6月9号 齐刷刷的全部出现了党 党网 政府网 当地门户网站 而这一点呢 很多人都搞得很好奇 有意思的是 南湖读书 有一个中文公众号 刚刚看出他一个署名作者 叫周祈明的文章 这文章直接的批 李文中的文章 博 让人民共同享有放言的机会 我查了一下 这家周祈明 武汉人 工学学士 法学硕士 博士 历任工程师 律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法学院 法学理论教员 是主任研究是法律思想史 组织过国家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东西 很多文章闪见在21世纪 法学等等的 大家可以上网查 有奇人 周祈明的文章不长 但是开宗明义 他指出了个现象 6月9号 北京门户网 天津门户网 杭州门户网 上海热线 广州热线 武汉热线 杭州热线 四川热线 深圳网 江苏网 蓝宁网 陈青岛网 讲解27家的主流门户网站 同时刊登了李文中的这篇文章 李文中的文章 他认为是为自由放言 是共产党的军斗目标 能否放言成为政权兴衰的重要标志 怎么放言成为能力勇气的重要体现 周启明说 这文章原来刊登在人民论坛 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其中他认为有些概念逝世而非 有误其领导和混淆视听的可能 他的领导是中纪委 但是国家行政学那个教授 当然在中纪委也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工中心 那么他要驳策 第一 人民不可以自由放言 他认为人民是集体 公民是个体 宪法性质完全不一样 他说李文中这么一说 是混淆了人民跟公民的概念 那好了 人民是整体 人民不能说话 公民能不能说话呢 他没说 他变开了这个概念 第二 为自由放言不等于自由放言 自由放言不是共产党的发明 这是三百四十亿年前 士兵洛莎说的 荷兰人 他马克思恩克思确实重视言论自由 马克思说没有出版自由 其他一些自由是泡影 这个话应该给今天的新闻出版局的领导看看 马克思是这么说的 恩克思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的言论自由 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内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对 这两句话好奇怪 跟李文中没什么关系 反而是跟现在当下的负责领导 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部门有关系 好了 第三点 他说能否放言 不是政权兴衰的主要标志 这位人兄 年轻人 社会主义国家 指导思想是一言化 一言化 不能动摇 今天中国坚持着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能动摇 现法已经写进去了 写进去了 所以你不能说 李文中鼓吹能否放言成为政权兴衰的重要标志 他是把不同性类型的政权分为谈 不符合政治学和法学的基本常识 也就是共产党的政权跟一般政权不一样 一言化领导 不能够放言 第四 怎么放言 不是能力和勇气的问题 领导人就说得很清楚了 三个共同 生活的伟大的祖国 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跟祖国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 他认为已经领导人已经给你共同调了 共同出彩 共同梦想成真 共同成长进步 已经足以表达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不再需要李文中鼓吹的共同自由放言 他说没什么 他就讲得很清楚 共同自由放言 将冲击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地位 说了半天就这句话 是要害 你自由放言 习近平的伟大思想 就会受到冲击和挑战 那么这位老兄他认为 是否放言是利益取舍的问题 不是能力和勇气的问题 李文中把放言作为执政能力和执政勇气 评判的标准 他是质疑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水平 这是不容容忍的 有意思 其实写了半天的文章 核心观点就是 不能够冲击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地位 不能够质疑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水平 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 同志们 朋友们 先生们女士们 周其名写了半天的文章 就是想说这两句话 当然他还说 解放思想 是公民基本权力保障的重要体现 但不因此要 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机会 张维维干脆讲了 言论自由的国家 人民都是愚蠢的 他讲是美国 那么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由发言 还是要感谢党 听党话送党 跟党走 这个周其名 我看这个批驳文章 写得有点匆忙 2013年 胡德平的改革放言录出版 当时 有关部门 我指的是中宣部 出版机构 人民日报 新华社 这些没有组织批判 到现在也没有组织批判 李文中的文章协议呢 那个时候 2013年 那个时候的御用学者 也没有组织文章批判 却没曾想到 2021年6月9号 中共即将呢 大张旗鼓的庆祝百年党庆 在6月9号将近30个政府和党的新闻门户网站 就文重刊 重刊发现这么多震动 我收到了无数的朋友告诉我 究竟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他觉得很有意思 6月11号 临时抓猜 找了一个国产的法学博士 撰文反驳 急急章的文章显得了强词夺利 也缺花足够的说服力 避重就轻 搏不倒胡德平 也搏不倒李文中 我觉得呢 文章呢 自我逻辑互相打架 图争笑柄 归纳一下 在如此严格言论管制当下 为什么 李文中的文章会不约耳同的 出现在将近30个官方网站上 究竟是谁 开的绿灯 有意思 第二 如果这可能是一起黑客制造的政治事件 还是言论管制机器人系统出现的软件事物 这个呢 也有待查证 但看呢 周其名的反驳文章 不应该是自发自觉的行为 是奉命做文章 显示 这个文章的出台 官方网站的转载 以及周其名文章的反驳 来龙去脉 很不简单 第三 周其名说 习近平已经给你勾勒了三个共同 共同出彩 共同梦想成真 共同成长进步 不再需要 你鼓吹的共同自由放言 原因很简单 我刚才说两句话 共同自由放言 会冲击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地位 是质疑执政者的领导水平 谁的质疑 谁在挑战 有意思吧 最后一点 第四点 其实六月九号 不约尔同刊登的旧文章 不只是李文中的文章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方媒体 其实还集体刊登了一篇文章 43年前的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六月四号到六月七号 中国的官媒陆续刊文 高调宣传胡复明和这篇文章出炉的过程 当然 知智未提 当年 审列这篇文章得以刊发的关键人物胡耀邦的名字 自然也不会去提 其实大部分刊理这篇文章撰写的 孙长江先生 我们福建人 泉州人 后来被王震从中央岛下溜出来 弄到首都师范大学 这老人家 我曾经到广州跟他有个交会过 真的很难得的一个人 现在很高寿 听说这个 锦林董酒喝得不错 找时间跟他喝一钟 我们不妨对今天这个事情或这两天发的事情一起吃瓜 看看后续的发展 看看这篇文章抛出来以后 当局后续的发展反映 而为什么他是能够在这个时候登出来 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其实比猜测王岐山有没有跑到美国去 要有意思的多 王岐山 郑国级的领导干部 多少人看护着他 警卫着他 善意监控着他 他身体听说也不太好 一个礼拜要到301医院去看一趟病 他哪里有能力有精力 跑得出北京城 都是党的人 党叫干啥就干啥 林彪当年都跑不掉 跑了半道还被忽然间的飞机都没了 何况王岐山 还是关注这篇文章 为什么和其中的究竟有意思的多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明天 tac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